宫处将军为一路 后继 宫处逃亡后的经历 有关公处逃亡后的经历 我以严眉生十年前发表在《世纪风采》杂志上的 《红军第一叛将公处的反复人生》一文的部分内容为主 同时补充了若干相关资料 向大家介绍如下 公处回乡后不久 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钊琴引荐 在于汉谋的粤军第一军先后担任剿供游击司令 岳湘边区剿匪指挥官 岳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 由于公处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 还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 是当年若干叛徒中职位最高者 于是人们送他一个称号 红军第一叛将 在中国大陆电视剧《浴血坚持》中 红军叛将公处民的原刑被认为是公处 公处叛变后 即与国民党军狼狈为奸 丧心病狂地对红军、游击队、中共地方干部 打入敌军内部的中共地下人士进行了清剿 使之遭受重大损失或严重威胁 1935年10月13日 公处带领国民党粤军30余人 化妆成红军游击队 由广东人化到达北山 先与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阵 然后冒充湘南红军来找地方组织 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 听说老首长公处来了 赶紧派中共干月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与之联系 何长林在公处的右始下当即叛变 为抓捕项英、陈毅 公处以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为名 写了一封信给项英、陈毅 并由何长林在上面签名 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 项英见信大喜过望 马上想和公处见面 而陈毅对此感到非常怀疑 因为公处自是资格佬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骄傲自大 除了毛泽东便目中无人 现在怎么突然谦虚起来 要他们去加强领导 就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去见公处 公处基于项英、陈毅没有回复 担心夜长梦多 决意先下手为强 先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 遂在龙石时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名 将北山游击队诱入设好的埋伏圈 脅迫游击队员投降 游击队员奋起反抗 除赫米学身中三弹 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 八九人带伤冲出会场外 其余五十余人壮烈牺牲 这也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 突围到干越边后 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对于没有抓到项英陈毅 公处于心不甘 他根据熟悉的红军活动规律 布置军队日夜搜查 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 连一些大山和阳长小道上 也设置了暗哨、密探 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 统统指出来 很多人被公处所部杀害 10月20日 公处又带领越军抄缴项英陈毅的驻地 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 红军侦察员吴绍华等 于是要吴绍华带路去见项英陈毅 好在吴绍华识破了公处的阴谋 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 通知少兵鸣枪报警 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匹贤等人 才得以迅速转移 躲过一劫 10月底 公处引导国民党三个师 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 使湘越干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 湘越干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当场训国 越干红军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 中共湘越干特委委员蔡惠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 中共湘越干特委书记陈山富商被俘 抗日战争爆发后 公处在五战区孙联重部任上校参谋处长 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龙海铁路 日军侵犯广东时 任第七战区第一纵队抗日游击司令 在从化木科岭与日军激战 保卫了韶州 1942年后历任第四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 军官训练团总队长 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 公处曾任国民党徐州市市长 不久去职返回广东 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 1947年任广州行员少将高参 1949年3月任人化县长 5月任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 人民解放军进军北疆 公处带领保安团逃到乐昌县摇山 中共北疆刑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公处投诚 公处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 不得已于11月率残部下山 向他曾经的手下林彪锁部投降 12月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 时任广东省长叶剑英经请示中共中央军委同意 决定派公处经香港前往海南 策反国民党军海南守将公处的同乡削跃 公处满口答应 但到香港后 担心回去后绝没有好果子吃 而滞留在香港 没有去劝降削跃 公处在香港期间 曾应邀赴台湾叶剑蒋介石 蒋介石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 以配合伺机反共大陆 但公处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而畏为所动 决定从此脱离政治漩涡 并改名公松安 反香港兴办实业 公处在香港一待就是40多年 期间出版了《我与红军》和公处将军回忆录两书 其中在《我与红军》的秩序中 公处称 在1928至1935年的国内战争中 我是红军中一个流汗流血 备偿艰苦的高级指挥员 我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 改造不平等的 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 建立平等自由 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 显然 这是在为他叛变预设理由 不过 陈毅表示 我与红军在公处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 基本上是确实的 另外 公处也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 平日还以书画自语 他的一张墨迹 在香港市场至少可卖到三五千元 20世纪80年代后期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关于不再追溯国民党军政人员 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后 年近90的公处闻讯后 蒙发了回乡的念头 有关部门闻讯后 迅速把此事向上报告 并请示以何种规格接待 今后如何与之来往等 统战部门最后批复 对公处回乡定居 依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按援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 1990年9月13日晚 公处与夫人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 在乐昌县委统战部 县府办 乔务办和常来镇领导举办的接风宴上 公处递上三封早已准备好的 分别寄给邓小平 杨尚昆和王震的书信 委托代为寄发 三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 主要是向他就时的同事问候 和请求准许他回乡常驻 同时 以公处的名义发电报给邓小平 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 邓小平在北京给公处打电话时 几近双目失明的公处握着听筒 听着邓小平的问候 老泪纵横 1995年7月24日 公处在乐昌县常来镇的家中去世 享年95岁 未完待去